这个是一个上了今天热搜的一个案例 2023年7月16日 这个是个什么新闻呢 肖香陈报报道 7月14日河南的翟先生告诉陈香报记者 他出于好奇 与一名从事性服务工作者的女子约好了见面 见面后呢 他主动拒绝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他被公安机关的拘留了五天 绿优式嫖娼 翟先生不认可自己行为处于嫖娼 提起了行政复议 但是应被维持了原决定 我大肆了 因为这个拘留学校对我进行了处罚 延迟一年毕业 7月14日 肖香陈报记者联系到了南少县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透露 目前 翟先生的拘留已经执行完毕 如果翟先生不服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这位朋友呢 他可能对他打击比较大的地方是在于五天拘留好说 是吧 但是这个拘留完了以后 他一辈子就出大问题了 在我们这里 你啥事 啥事都是等于留下一个印 都出事了 你反正你要变得寸步难行了 哪里哪里都有问题了 这里面有一个解释他这个过程了 或者是嫌对方丑了 或者是反正宗族想退出了 他还给补了一百块钱 他可能也怕闹事吧 可能他这一百块钱出了问题 其实是 如果他没有给这一百块钱 稍微好一点点 当然如果想办他 是吧 给不给钱都可能会办了他 当然如果并不是很大的这个 这个办案人员很大的主观性 不给钱稍微安全一点点 你看这不好心好意 或者宁愿稀释于人 你不惹麻烦吗 你给一百块钱干啥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评论的里面说 嫖娼就是违法 无论成不成 你都是违法 这句话可有点麻烦大了 不成都是违法 这是什么话 嫖娼无论你成不成都是违法 你这个就麻烦了 是吧 你看他这句话 我一开始看着这句话 好像看起来没毛病 怎么就觉得 这种别扭呢 但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很大 是吧 他大概的意思可能就是 你动动心眼都算违法 大概不止没动心眼 是吧 连没动心眼 我说你嫖娼就嫖娼 他真的是麻烦大了 评论 下次给现金 他们因为要查那个微信什么 我有机会里前有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因为这个手机转账查出来好多 上下追索5000年 好像搞一大串出来 100块钱 100块钱能算嫖资吗 有想法也算是犯罪 怎么发现的 抛开案件 咱不说默默微信 这平台没问题吗 建议关停 这都麻烦了 这些个想法都太麻烦了 警察说啥就是啥 因为警察的法律 你就学了一点点 有这个老师曾经也讲过 一个就是这个人违法不违法 这个不是执法人能说了算 因此这个拘留什么的 应该可能是有点问题了 是吧 你就是让这个人12个小时 24小时失去的人身自由 那也可能得法官说了算 可能这个需要有强制留置时间 来不及跟法官商量 你反正48小时就不行了 那允许你们24小时留置人 你不能再超过这个时间了 因此拘留这个事 应该是法官的事 不应该是这个 这叫暴力机关的事 也有这个老师呢 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越是这个性 这个不合法 这个黑洞就越大 这个权力和暴力的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操弄人 欺负人的这个空间就越大 如果合法了以后呢 这个空间就小了很多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群体权戒的问题 一个人能可以处理自己的身体吗 这是个大问题 是吧 你说这个 其实最极端的那死亡医生 一个人不想活着了 他要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有几大的争论的 伦理上啊 有50% 和那个美国那个堕胎啊 什么的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是吧 到这允许不允许堕胎 一死都差不多 你要说保护了女性的这个权益 说她有权力做 做主自己的这个身体 那个孩子 还有一个生命的问题呢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 问题比那个问题 好像简单一点点 那个问题就更复杂 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一点 也就是堕不堕胎 它显示出来一部分呢 群体权戒的 群戒的问题 而这个 比如说关上门来 一个成年人 他又没有伤害别人 又没有受害人 他这个到底是群戒的事 还是几戒的事 他应该像一个几戒的事 不能说大多数人高兴 不高兴 管人家关上门 到底在干什么的那个事 是吧 这个属于自由范畴 你说这个大多数人一投票 说你这个人 就得手身如玉 手身如玉一辈子 这个不合适 你说大多数人一投票 说你这个人呢 适合这个一辈子得结一百四婚 或者怎么样 或者得有几个这个怎么样的家庭 这个也不合适 你说投票不行 你说请个大聪明来 大圣贤的人来 是吧 说请孔子来 所以判定说这个人 独身 你说这个 请一个这个 这个大头脑家 孔子 请这个大善心和尚 说一看 这个人适合结婚 结二十次婚 这个都不合适 不管是 所谓的请大圣贤人 大思想家 大聪明人 还是大伙给投票 决定他这个 这个 几届的问题 这都不合适 就是他自己决定 比较好一点点 你说 一个人 他法律规定 就是一对一的伴侣 是吧 他挂上门 他非有俩伴侣 他不去领证 似乎也没办法 是吧 在台湾有这种 叫做这个什么 叫通奸法呀 全世界都没有 通奸犯罪 可能就只有台湾 有这个东西 全世界没有这个东西 就这么多 锻炼人 理性的问题 边界的问题 所以说 再回到这个案件里来 严谨都没有发生行为 你就首先嫖喪 你这个怎么定义啊 这个 那这样 那手机上都可以完成嫖娼啊 是吧 发个红包 然后在这里面聊骚 聊完了 嫖娼了 你差不多嘛 这个兄弟不就是也见面了吗 人可能连手都没牵 是吧 不跟手机上聊聊骚 差不多嘛 就嫖娼 就是群己全界啊 群的这个 其实它都不是个群己全界的问题 因为警察判断你嫖不嫖娼 他不代表群嘛 他现在是自己认为他代表了群 群是不是样子 要允许他代表群 这里都是巨大的问题 他就认为 这个 人家是嫖娼 因为他的边界扩得太大了嘛 人家这个几界的自由 压缩没了 那下一步 那就聊聊骚也算嫖娼 下一步脑子里想一想也算嫖娼 那得了嘛 就像那个兄弟说的 没发生都算违法 那还得了嘛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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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